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逆境中的智慧与勇气 物都孤儿的生存挑战 二 孤儿奥利福的艰难历程 三 查尔斯 狄更斯 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逆境中的智慧与勇气 物都孤儿的生存挑战 各位听众 学生 树米 以及偶然迷路 闯进这个讲座的好心人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查尔斯 狄更斯的经典之作 物都孤儿 奥利福推斯 这本书里的智慧和勇气 比我上次试图在超市 自助结账机上使用优惠券时 展现的还要多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位小英雄 奥利福 纽斯特的故事 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那是一个孤儿 可以被当作劳动力来剥削 甚至被迫成为小偷的时代 奥利福的生活 比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 那些挑战视频要艰难得多 至少那些是自愿的 奥利福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 最乌蒙蒙的伦敦街头 智慧和勇气也能像一盏灯塔 指引我们走出困境 当奥利福恶道 不得不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请问 我能再要一点吗 时 他展现的不仅是他的饥饿 还有他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这种勇气 比我在健身房里 决定增加五磅重量 还要令人敬佩 奥利福的智慧 在于他的纯真和善良 这使他能够在一群小偷中 辨别出真正的友谊和善意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也不要放弃寻找那些 可能会伸出援手的人 这种智慧 比我在选择晚餐时 决定不点外卖 而是做一顿健康的 沙拉药来的深刻 迪更斯的这部作品 不仅仅是一个孤儿的故事 它是对当时社会不公的控诉 是对人性光明和黑暗面的深刻探讨 生存挑战 比我试图在不喝咖啡的情况下 度过一整天的挑战 要严峻得多 所以 当你觉得生活对你不公 或者当你面对困难时 想想奥利福纽斯特 他没有超级英雄的斗篷 也没有现代科技的帮助 但他有的是一颗不屈不挠的心 和对更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这种精神 比我在这里给你们讲笑话 还要有力量 最后 让我们都记住 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充满挑战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 比尔塞克斯 比尔塞克斯会追着我们跑 这应该算是一个安慰吧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离开这个讲座后 都能带着一点奥利福式的智慧和勇气 去面对生活中的逆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固尔奥利福的艰难历程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查尔斯 迪更斯的那位著名固尔 奥利福 特维斯特 Oliver Twist 这个故事 哦 这个故事 就像是十九世纪伦敦的街道一样 既充满了泥泞与阴暗 又不乏意外的温情与希望 首先 我们的小英雄奥利福 他的出生就像是在说 欢迎来到硬核模式的人生 他在一个工作室里出生 这个地方 比你想象的任何健身房都要糟糕 他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就去世了 这让奥利福成为了孤儿 而且是在一个对孤儿不太友好的时代 奥利福的童年 可以用艰难来形容 但这个词似乎还不够强烈 他在孤儿院里长大 那里的食物比现代劫食计划还要糟糕 有一次 他因为敢于请求再来一点食物 而被当作是犯了大罪 这个场景在文学史上 几乎和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 一样著名 然后 奥利福被送去做学徒 但他的雇主 几乎比孤儿院院长还要讨厌 这让我们的奥利福决定逃往伦敦 因为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 伦敦似乎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或者是更多问题的开始 在伦敦 奥利福遇到了一群街头小混混 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叫法金 Fagan的家伙 法金是那种人 如果他在今天 他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卖假货 或者推广可疑的加密货币 他教奥利福如何成为一个小偷 但我们的奥利福心地善良 对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感冒 奥利福的故事充满了转折 包括被好心人收养 再次被法金的团伙绑架 揭露绅士之谜 以及最终找到幸福的家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情况下 也有希望的光芒 而且 如果你是个孤儿 最好有一个像奥利福那样的名字 这样你的故事才能流传几个世纪 狄更斯通过奥利福的故事 不仅娱乐了读者 还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 和对儿童的残酷待遇 他的作品激发了社会改革 让我们意识到 文学不仅能够提供逃避现实的手段 还能够成为改变现实的工具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生活对你不公时 想想奥利福 特威斯特 一个在所有逆境中 都保持善良与勇气的小家伙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你的起点如何 总有可能 找到你自己的幸福结局 只要你愿意为之奋斗 并且 嗯 最好有一个好作家 来记录你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查尔斯 狄更斯 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老兄 查尔斯 狄更斯 查尔斯 可不是一般的文学巨匠 他的笔触 就像是19世纪伦敦的魔术棒 一挥就能让你穿越时空 感受那个时代的烟雾 埋雾 还有各种不可名状的雾 狄更斯先生 不仅是个故事大师 更是个社会批判家 他的小说里 贫穷 不公 虚伪的贵族 贪婪的资本家 苦难的儿童 这些元素比伦敦的雾还要浓厚 他的作品 比如 乌都孤儿 Oliver Twist 双成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这些名字 你们可能在Netflix的推荐列表 或者是高中英语课本上见过 迪更斯的小说里 孤儿 穷人 受难者的形象 总是让人心生同情 他的笔下 孤儿奥利弗 问着请问 我能多要一点吗 这句话 简直就是 对那个时代冷酷社会的 一记响亮耳光 而圣诞诵歌 A Christmas Carol 中的首财奴斯克鲁奇 Scrooge 在圣诞夜的转变 则是迪更斯 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展示 迪更斯的作品 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成就 更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 他的小说 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 比如儿童劳工 不公的法律制度 贫民窟的恶劣环境等等 他的文字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甚至促成了一些改革的发生 不过 迪更斯也不是什么圣人 他的私生活有点复杂 和妻子分开后 他和年轻的女演员 艾伦 特尔南 艾伦·特尔南 有了一段关系 这段私生活的插曲 如果放在今天 估计能让他登上 不少八卦杂志的封面 总之 迪更斯是个复杂的人物 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 他所生活的时代 同时也展现了 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和人文关怀 他的小说 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了 十九世纪社会的真实面貌 同时也照出了 人性中永恒的光辉和阴暗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虽然时代变了 但迪更斯的作品 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因为不公 贫穷和人性的挑战 始终是我们共同的课题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受 圣诞大餐的时候 或许可以想一想 迪更斯的圣诞颂歌 提醒自己 做一个有人文关怀的 现代斯克鲁奇 而不是只会说 爸 Humbug的首才奴 毕竟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故事结局 能够像迪更斯的小说一样 有着温暖和希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维多利亚时代的贫富差距 物都孤儿背景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一个时代的经典 一个充满雾气 梅艳和社会矛盾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 这个时代的英国 工业革命轰轰烈烈 极其轰鸣 财富积累 但同时 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 莫过于贫富差距 而要说到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 我们不得不提查尔斯 迪更斯的 《乌都孤儿》 Oliver Twist 《乌都孤儿》 是迪更斯的第二部小说 发表于1837年至1839年间 这本书 以一个孤儿的经历为线索 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迪更斯先生可不是随便写写 他的笔触犀利 对社会的批判 犀利地能消帖如泥 在维多利亚时代 如果你是上层社会的人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在豪华的宅底利品红酒 听歌剧 享受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 但如果你是底层民众 那么你的生活 可能就是在潮湿阴暗的 平民窟里挣扎 为了一口饭而四处奔波 甚至不得不沦位小偷或乞丐 《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奥利弗 特威斯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孤儿 他的故事从一个工作室开始 那里的孩子们被迫劳动 食不果腹 生活条件堪比现代的恐怖片场景 奥利弗因为敢于要求多一点点食物 而被当作麻烦制造者 卖到藏仪社当学徒 从这里开始 他的冒险之旅就一波三折 充满了各种社会阴暗面的展现 迪更斯在书中 不仅描绘了平民的悲惨生活 还对那些看似体面 却心怀鬼胎的中产阶级 和上流社会人士进行了揭露 他通过奥利弗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了 那个时代社会的双重标准和虚伪 当然 迪更斯的作品不仅仅是社会批判 他的笔下也有温情和幽默 比如 他笔下的反派人物费金先生 一个专门训练孩子们偷窃的老头 虽然是个坏蛋 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滑稽模样 也让人忍俊不禁 总之 维多利亚时代的贫富差距 在迪更斯的笔下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经典 更是那个时代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 而我们今天 回头看看那个时代 或许能在其中找到 对当下社会的一些启示 毕竟 时代在变 但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某些基本面貌 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和持续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无情社会与人性光辉 乌都孤儿的主题剖析 各位同学 学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查尔斯 迪更斯的那部 让人既想哭又想笑的小说 乌都孤儿 Oliver Twist 这部作品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简直是19世纪伦敦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面被迪更斯用文学的雕刻刀 雕琢的异常锋利的镜子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迪更斯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心情肯定不是很好 你想啊 他笔下的伦敦 雾蒙蒙的 污浊的 充满了贫穷和罪恶 这不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开头 而是一个让人心生含义的现实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的主人公 小奥利弗 就像是一束光 穿透了这层厚重的雾霾 无情社会 这是乌都孤儿的第一个主题 迪更斯先生 把19世纪的社会制度 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人看了 只想喊不行 孤儿院的院长们 他们对待孩子们的方式 简直就是你们要感恩才对 我们还没把你们扔到街上呢 这种冷漠和自私的态度 让人看了直摇头 而那个时代的法律 哦 那简直是另一个笑话 一个冷酷的笑话 法律对穷人的打击 就像是用大锤子砸蚂蚁 毫不留情 但是 就在这无情的社会中 人性的光辉 却时不时地闪耀 我们看到了好心的布朗罗先生 他不顾社会的偏见 伸出援手 给了奥利弗 我们看到了罗斯小姐的慈悲 他的善良 像是一股温暖的春风 吹散了奥利弗生命中的寒霜 这些角色 他们就像是迪更斯先生笔下的英雄 虽然没有超能力 但他们有着更加强大的武器 同情心和正义感 乌都孤儿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总有光明存在 迪更斯先生 用他的讽刺和幽默 让我们在笑声中 感受到了深深的同情和思考 他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 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的可能 这本书 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是一部社会改革的宣言书 是迪更斯先生 对那个时代的挑战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再次翻开 乌都孤儿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我们的社会 是否已经有了改变 我们是否还能在现实的雾霾中 找到那些人性的光辉 这些问题 我留给你们去思考 而现在 让我们给迪更斯先生一个掌声 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了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最后 我要向大家 致以诚挚地感谢 通过讨论 乌都孤儿这部作品 我们不仅回顾了奥利福 特威斯特的艰难历程 还了解了迪登斯先生的社会批判 和人文关怀 这本书中所揭示的智慧和勇气 不仅适用于19世纪的伦敦街头 也能启发我们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匿迹 无论是奥利福的渴望更好生活的勇气 还是他在黑暗中寻找善意的智慧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迪更斯先生用他的文字 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面 并通过奥利福的故事 呼吁改变和人性的光辉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 带着一点奥利福式的智慧和勇气 去面对生活中的逆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